好 最受大小朋友欢迎的和欢剧团又来了 从台北开车到玉璃五个多小时的时间 将停留三天六场的演出 六号这天在艺文中心邀请了玉璃镇的临镇国中小学的学生 带来舞蹈 魔术 杂技 特技 以及歌唱活动的艺术饗宴 哇 太厉害了 穿着颜色鲜艳的小丑装 骑着没有手把 椅子还这么高的单车 又是跳绳 又是跳舞 高难度的动作小朋友看得非常开心 这是和欢剧团再度来到玉璃巡回演出了 让花东地区的孩子能够近距离看到有趣好玩的表演 尤其在今年我们知道玉璃这边发生了地震 很多的灾后重建还没有 所以我们都很关心当地的一些状况 那除了我们很注意小朋友的艺术教育之外 因为我们想来这边除了带给他们精彩的演出 也希望日后能够在艺术教育上对小朋友做出贡献 对花莲天江的小朋友做出一些贡献 让他们知道不同的演出的形式 是否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 一个小时又20分钟的演出有舞蹈 艺术 魔术 杂技 特技等活动 就是希望给小朋友们一个打开眼界 并且这一次是以翻转生命力为主题 激发小朋友们的想象力 这一次我们以翻转生命力 那我们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 比如说我们就邀请小朋友来一起做一个活动 用翻转生命先想出一个动作 然后用你的想象力 然后再说出翻转生命力这句slogan 团长说对于儿童艺术教育 和欢剧团始终认为想象力就是创造的源头 所以到偏乡学校来演出 是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 增加孩子们对未来以及艺术的想象 打造一条连接人心的通道 希望他们日后有机会寻找到那些 属于他们的在地故事 也能够被创作被倾听甚至被诉说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